红色的起点 作者 叶永烈 第三部分 酝酿 八 添了一员虎将李达 走了张东孙 走了代季陶 来了陈旺道 又来了李达 1920年8月 一位身材壮实 30岁的男子 刚从日本归来 前往渝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 这位湖南口音的来访者 原本只是看望陈独秀 却被陈独秀留住了 从此进驻在渝阳里二号 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新编辑 此人便是李达 号贺明 毛泽东总是喊他贺明兄 李达的到来 是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共产党 添了一员虎将 李达曾如此回忆到 我回到上海以后 首先访问陈独秀 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 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 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就邀请我参加 做了发起人 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 即陈独秀 李汉俊 沈玄炉 陈旺道 于秀松 施存统 当时在日本 杨明斋 李达 每次开会时 吴廷康及维京司机都来参加 李达自传 党史研究资料 1980年4月第八期 当时的李达正处于热恋之中 时值暑假 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理事 从日本回到上海 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 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 女联 一级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 会长徐宗翰乃黄兴夫人 黄兴 同盟会的元老 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总司令 偶然 李达在徐宗翰那里 结识了他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 名叫王会物 王会物眉清目秀 知书达理 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00县一户电农的家庭 在兄弟五人之中 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 在李达上中学的时候 有两件事给了他莫大的影响 一件事是学校里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 拆开来一看 那信竟是用鲜血写成的 写信者名叫徐特利 后来他成为毛泽东的老师 他断职写血书 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反日救国运动 这封血书震撼了李达的心灵 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鲜血写信的徐特利 另一件事是同学们为了抵制日货 把日本生产的文具堆在操场上 用火烧毁 点火时 发掘火柴也是日本货 可是 点火的同学在点火之后 不得不把这和日本火柴留下来 因为倘若把这和火柴也烧掉的话 下一回烧日货就没有火柴了 他意识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 抱着十业救国的愿望 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 去日本学理工科 在日本 他的心境是矛盾的 痛苦的 我们一群留日的青年们 一方面感到耻辱 一方面滋长着反日情绪 老实说 我们是要忍耐着 在那里学习一点东西 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 可是 当时国内的情势怎样呢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使得辛亥革命终于流产 出现了封建军阀 投资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局面 袁世凯被人民推翻以后 又出现了直系 缝系 晚系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 同时 南方也出现了川 颠 越 贵各派新军阀互相争斗的局面 各派新就军阀都勾结 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做后台 发动内战 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 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 都感到活不下去 另一方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 英 美 法 日 俄等帝国主义 趁机大举对中国进行经济的 政治的侵略 它攻占了德国所盘踞的焦州湾 占领了山东 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势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21条亡国条约 形成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 这件事激起了留日学生们极大的义愤 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 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 我们发通电 开大会 表示抗议 可是在当时的日本 连开会的会场也很难找到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会场 刚刚开会 警察又把我们驱散 这时我们沉痛的感到 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 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 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 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 当时我们就像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 眼前是黑暗的 内心是极端苦闷的 礼达 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中国青年1961年第13 14期和刊 激愤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 燃起了反抗的火焰 1918年5月 当段齐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声言为了共同防敌 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 消息传出 3000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 则骂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 决定罢学归国 上京请愿 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 便是李达 5月中旬 李达律留日学生救国团100多人抵达北京 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 主持大会的便是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恒 李达和许德恒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5月21日 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一起 向段齐瑞政府示威请愿 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 不过确实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 回到日本之后 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埋头钻研起来 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 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 一年之后 1919年6月18日和19日 由邵丽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复刊 接连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 属明赫 取字里达的号赫明 这位赫明先生终于明起来了 明出了社会主义之声 清除表明了他向左转 原本埋头数理化的他 如今埋头于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 那在《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 只是他在翻译之余写下的心得而已 他一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维物史观解说 马克思经济学说 社会问题总懒 这样 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也正因为这样 李达跟陈独秀才见了一次面 陈独秀马上抓住了他 你搬过来 到我这儿住 帮我编新青年 陈旺道搬过来了 李达搬过来了 于阳里二号里住着三位笔杆子 同编新青年 同商建立中国共产党大计 当然 随着李达迁入于阳里二号 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临那里 这时 陈独秀的夫人高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 儿子何年 从北京南下 住进了于阳里二号 陈独秀的发妻高小兰所生长子陈延年 次子陈乔年 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 就在陈独秀底户前夕陈延年 陈乔年获准复法勤工俭学 于1920年一月离户 坐船经香港 海防 西贡 新加坡 吉布提 苏伊士运河 塞德港 到达马赛 在2月3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